大家好 修手机找一个没毛病啊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上海粉丝 技术的苹果6P啊 这个是前两天发过担子的啊 动摔机我们先看下摔的多惨 屏幕直接外屏摔飞了啊 这是你的一个后面的 然后把这个手机啊 电池也换了 因为他这个手机 我看了电池鼓起来了 我刚才安静起 因为电池抛了 它就会容易充电的时候 会容易鼓起来啊 鼓起来很危险 然后它就后口也换了啊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换好的新机啊 整个新机啊 看着非常舒服 什么都是换颜状的啊 屏幕也是换颜状的 然后后口啊 颜状拆机后口 看上去跟新的没什么区别啊 然后它这个指纹 键摔没了啊 我们按上一个指纹单 按上一个home键 但是只可以用来返回 不可以用指纹路指纹啊 它这个密码很简单 好完美 它颜状屏啊 看着就舒服 它这个显示效果亮度啊 都是重的 开始还有这个手机的主板啊 是耗电的漏电的啊 待机漏电的 开机起跳电流比较大 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个什么问题啊 然后主板也修好了 现在啊 看一下 待机明天早上起来 还有多少 待机也得不耗电啊 好 今天我们看一下 欧华R9 北京本子机修的R9plus啊 它这个我们也先看一下 买的多少 然后也是个重摔机啊 然后它这个积累的摔完了嘛 摔了摔了啊 然后我们现在也是更换了屏幕啊 屏幕总成 然后后盖啊 后盖 还是原来的后盖 就得有点那种啊 好 我们看一下这屏幕啊 换的紫装屏啊 因为它要求换紫装屏 主要是不计是为了资料啊 不是 因为这研究屏也不便宜啊 所以这种老手机换的 严重皮肤滑散 但我要换的组装屏 是比较好用的啊 显示效果亮度都非常的好 啊 然后 今天就搞定 搞定好几个手机 能发走了几个 然后这种实在是 收到现在才修完 然后明天等 联系客户 双击加关注啊 感谢各位对我的支持